能看到这个屏幕吗 可以的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用这么一个机会 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 利用微波数据库 来快速确定化合结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微波数据库 它主要是一个核子共振 核子共振的一个探部数据库 这个核子共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我们到医院里面去造这个老核池 这些都使用的是核池的技术 自核池共振这个技术发展以来 一共有这个十位科学家 六次获得这个诺别奖 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43年44年 而52年91年02年03年 包括这个物理奖 化学奖和这个生理和医学奖 都有这个获得这个相关的诺别奖 接下来我简要介绍一下 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主要的内容 它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探部的查询 一个是相关的信息查询 探部查询主要是利用核子共振的这个探部数据 来进行这个化学的这个查询 它包括这么五种查询方式 精确模糊深度机团和不精确库查询 而信息查询包括这个 罢后的名称 分子室 作者以及这个职务名称 接下来我们会这个仔细的讲 这个每一种这个查询方式的特点 以及它的一个查询方法 这是一个这个探部查询的一个界面 这上面是这个告诉我们 怎么来输入数据 它这个数据中间要用这个英文逗号 就是这个半角的这个比较小的逗号 大家知道我们中文这个逗号是比较粗的 比较宽的那个逗号 前脚逗号 这个数据输入输在这个文文框里面 中间用这个英文逗号隔开 这个可以由大输到小 也可以由小输到大 包括这个中间剩下是乱的也没关系 比如我那个数据在中间有些是大的 这个都没关系 这要输进去 主要就是这个数据之间要用这个英文的逗号 给它隔开 这个中间是这个文文框 这个是输入这个把这个数据 复制或者录录到这里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是五种查询方式 需要哪种就显重哪一种 这个是农机 农机的一个显像 然后这个是个农差 然后这个是个检索按钮 这个经济查询 它主要是用来查询这个已知化物的一个结构 模糊查询 它不仅可以用来查已知化物 它还可以查到这个新化物结构相似的一系列的化物 深度查询 它就是在里面这个需要多数那个碳原字的个数 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讲 鸡蛋查询它是真理少量的这个碳谱数据 比如一般是六个值以内的这个碳谱数据进行检索 比如我们在这个数据中 碳谱数据中发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值 一些比较大的或者一些比较小的值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碳原字的这个 它周边的环境 就是什么样的发现环境造成了它的这个值这么大或者这么小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输入一个数据进行检索 这个不精确库查询它主要是真理一些文献里面的这个碳谱值 它只是给出一个相对的范围 而没有给出一个精确的值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来这个不精确库查询 比如一下含有这个长链C7O的一类化合物 还有几个概念一个是龙差 龙差就是计算机计算的时候 假的两个数据相同的时候所引起的差值 比如当龙差为二的时候 系统就认为21.5和23.4是相同的 当然21.5和19.5它也是认为相同的 在精确查询这个系统中默认的龙差是0.5 其他四种查询的系统的默认龙差值是1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系统的默认值 也可以自行的输入这个龙差值 但是不要大于二小于等于二 当查询结果不理想的时候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里面可能没有我们 这个需要的这个化合物的结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龙差值设大一点 比如设大二 这个龙差值设大一点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它这个首先是查到的化合物数量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做实验用到的这个龙剂 和纹线里面的龙剂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龙剂不一样 这个化合物的这个位移它会有这个 就是同一个化合物它也会有这个也会有这个差异 所以当这个龙剂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龙差值设大一点 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本来是一个化合物 本来是相同化合物 由于这个龙剂造成的这个差值 我们可以这个减小这种这个人为的这个误差 就是把本来比如相似度 这个排到第八的本来是一个化合物 我们通过这个设计龙差 把龙差设大一点 可能这个化合物的相似度 可能就排到第一或者第二 就是很容易引起这个重视 而这个龙剂 龙剂就是我们这个龙家样品时 所用到的这个刀带试剂 比如例房 这个龙剂选择 我们当然可以从中选择自己所用的龙剂 也可以采用这个系统默认词 当然我们是建议采用这个系统默认词 为什么呢 因为部分文献 它没有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文献 它没有给出这个刀带龙剂的名称 它就是没有写 不像现在有些文献 这个还能够找得到 比如它里面有support information 通过这个可以查得到 它里面是通过它的图来确认它的龙剂 比如早期很多 很多这发表的文章 它就没有这个support的一个名称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它这个具体用的哪一种刀带这个龙剂 所以这个龙剂选择 我们就建议采用这个系统的默认值 采用系统默认值的时候 它这个检索的时候 它是针对库里面所有的这个化合物 它就不会仅限于 几种这个龙剂 这个再强烈一点 就是刚才我们录录这个探普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英文道号 给它隔开 中间用英文道号 这个数据我们可以能够的输入 就是一个一个输进去 但这样比较麻烦 如果我们这个从这个作谱的这个仪器里面 可以考出它的严实数据 就是我们这个测的这个探普的严实数据 通过这个软件 Messor Norway 通过这个软件 我们可以比如这个通过它的这个这个是里面这个标风 通过这个标风 然后到这个风报告 风报告 然后在左上角 它会显示这个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风的值 文本 这是一个文本 可以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粘贴到这个刚才的这个文本框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是手术的 现在用软件的话 可以给它复制粘贴进去的 当然我们这个刚才粘贴的时候 就一定不能把这个龙继风 不能把这个刀的龙继风给它复制进去 给它给它砌点 所以我们这个露数据的时候 第一个要砌出来就是它的刀的龙继风 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残留的一些杂质风 比如没有完全蒸干的一些残留的龙继 残留龙继风 这里有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献 一是交税97年的 这里就列了7562期 6512到75151 然后是有机金属这个期刊 10年的 这个可以这个里面列了很多这个 它的残留龙继的这个一些风值 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自备板上 现在可能用的比较少了 很多的高这个 自备页来制的 这个自备板大家估计用的比较少了 这个是GLC97年的这篇文献 它列集到1234567 列集到最常见的七种这个刀的龙继 以及它的这个刀的四季 以及它的残留的一些龙继的风 比如我几个例子 比如这个当我们自己这个测的时候 使用的是刀的立法 它的这个龙继 那个图就是头部上 它的显示的龙继风是77.16 当然旁边还有几个风 不是一个单风 这个时候如果假如 你前面自己这个龙继 样品的时候 那个龙继没有蒸干 我们假设一个龙继 比如假设这个丙铜 我们前面是用丙铜龙的 用丙铜龙的 就第二个 用丙铜龙的 比如它就会出现 这个加入刀带四季以前 它没有蒸干的话 在207和30.9左右 它会出现这个残留的 这个丙铜的风 当这个不同的刀带四季 它残留的风值是不一样的 比如这个丙铜 在这个立法和这个 和其他的 这个你看这个数字是有差异的 207 205 206 204 这个还有245 差子这么大 它是有差异的 这下面都是这个残留的 这个龙继风 最上面这一排是这个刀带的 刀带龙继的风 在这篇文献里面 就是这个10年 有机金属这篇文献 这个二十九剑第九七 二十七八页 这里就列的这个刀带龙继 就比较多了 十几种了 一样的 这上面是它的刀带龙继的风值 下面是残留的龙继风 当我们这个拿了个图谱 这个解的时候 如果发现有些这个风 怎么都归属不了 包括作为谱啊 这些都归属不了 你就要考虑 首先考虑一下 你这里是不是有些风 是不是你前面这个龙继没有蒸干 残留的一些龙继的风 当然你自己最清楚了 你前面是拿动龙继龙解 你倒在对一下 看看是不是 就知道是不是龙继风 如果这个 还在用这个自备板的 自备板上它有时也会带一些这个杂质风 比如这个这是一个立坊下面的 倒在立坊 拆了一张这个突破 比如这个很多风 就会 这里弄错了 这个应该是这里 比如这个1.27左右 1.27 而在探谱就是29.7左右 这个怎么来看呢 如果你联系 用自备板跑三五个画物 都发现这个相同的地方 它有个出来一个风 你就要考虑这个风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自备板上带下来的 或者这个你这个柱子里面带下来的一些杂质 你就要考虑到这个 这是一个精确查询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把这场数据录进来 复制进来 然后这里显一个精确查询 这个农记显前部 这个农查我们不管 0.5就可以 比如然后点一下这个检索 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查询结果 这个是内化后名称 分子室 期刊 年 剑 夜码 然后题目坐在 下面的是这个结构 探谱数据 当然这个是文献里面的结构 探谱数据 这个结构和这个探谱数据 那么期刊的地址 这是一个匹配的报告 比如点一下这个史迦克钱 然后就能看到到 它的这个文献里面 就是这种图 这个点一下这个探谱数据 这个可以看到到文献里面的 这个延时的一些数据 如果点第三个按钮 就是史迦克钱的这个13探NMR的 它能够把两个这个图和数据 就是放到一个图上 就是为了 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大家这个 看这个图和比较这个数据 这个是一个模糊查询 比如我们这个 把还是刚才那一串 这是另外一串数据 录进来 然后选这个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的时候 这里这个大家看到 这个下面的这个就变了 当然第一个前面 农季和农产没变 相似度 这个可以自己写 比如我们这里写70% 然后这边多了一个选择 这个NAT点 这个指的是天然产物库 然后是这个合成产物库 SYN点 所以写的 现在因为这个里面 这个库里面的化合物 已经146万多了 如果混在一起查 有时候会比较慢 而我们大部分人 做的都是天然产物 所以我们把这个天然产物 和这个合成 合成的大致的分了一下 大致的分了一下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这段数据是天然产物分大的 所以我们就 就显这个 优先的显这个 天然产物库 如果是做合成的 优先就显这个 合成库 然后点这个探13 这个检索 这里是检索的一个结果 共查到12个化合物 共查到12个化合物 然后第一个是百分之百 然后是86.2% 第三个是76.6% 这个每个化合物都会看它的这个 结构和图 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 好 我们把这个相似度最高的 这个八个化合物 摆出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 百分之百的 第二第三第四 五六七八 通过这八个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都是 五架都基本上一样的 上面一个本环 下面一个本环 中间一个八元环 这种这个 结构 叫这个联盟环心系列的 一类结构 它主要是五位置科 这个 五位置科 这个里面的这个一类化合物 特有的一类化合物 我们可以看到 这八个化合物 它的这个基本结构 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 无非就是这个 周边那些起带机 起带机不一样 起带机不一样 你这本环上面那些起带机 或者八元环上面的起带机 它不一样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检索的这个结果 知道这个数据库 它不仅可以查到 这个相似的化合物 也能为这个 解化物 提供一些这个相似的结构 如果比如第一个化合物 我们没查到 我们能够从第二到第八个化合物 我们能够很快的把第一个化合物的结构 给推导出来 这个第三个是深度查形 深度查形 这个文本框是一样的 输进去 然后这里多了一个碳原子数 就是多了一个选项 这个是用一个文本框 我们录进去的 比如你认为你是十个碳 你就输十 你这十五 就是输十五 这个地方是手输的 其他的是一样的 这个是集团查形 比如我们这个就不输一个值 我们输一个小的一个集团 比如这双值 111.5 14.2 117.6 137.7 166.7 这是这个圣子先机 TIG这么一个集团的一个典型的数据值 典型的探部值 我们把这个录进去 然后这个点动这个集团查形 然后检索 检索之后 就能够查到一些这个化合物 它含有这个圣子先机 这么一个TIG 这么一个集团的一类化合物 这个查得到 第五个这个是不经教库的检索 不经教库 这个不经教库主要是哪些化合物 第一类就是长链斜胶的 大家知道这个长链斜胶很多值 它都是非常 在谱上它都是相互重叠的 很难这个具体的这个分清楚谁是谁 还有一些就是本环或者多个本环的一些化合物 它很多职业是相互重叠的 还有一些这个探部值和龙吉峰有重叠的一类化合物 它的这个也不好归属 这个是这个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99年的一篇文献 你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地方 如果看得清楚的话 这里打了个括号 写了一个十二 就表示这里有这个 这里有很多这个C7二连在一起的一个长链的一个结构 而它的探部数据 你看这里 这里都是给出一个范围 比如15到27 都是25到29.7 这三个化合物 它都是给出一个范围 而对这里化合物 我们照明建了一个库 就是这个不经济库 用来对付它这个 这里化合物的这个检索 这张图谱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长链C7二的这个 一个化合物的一个图谱 你看这个地方 29左右 29左右这里 堆了很多 堆了很多 对于这一类化合物 怎么来检索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图谱上 上面能看到多少 我们就录了多少 比如我们这个14.1 22.7 24.6 这个地方能看到五六个数据 我们全部给它漏进来 然后左右边还有一些 我们先给它漏进去 进行检索就可以了 前面是针对的这个探谱检索 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化合物的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包括四大类 一个是名称 化合物名称作者 职务名称和分子室 化合物的名称就是一般存在两种 一个是通俗名 就是我们自己随便给它起的 什么ABCD啊 前面加一串的英文字母 这个是人为起的 这个就是你作者喜欢给它起什么样的名字 就起什么样的名字 但是不要和别人起重量就是 当你发现新化合物的时候 不要给别人起一样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个一般检索的时候 这个以这个通俗名 以俗名来进行检索 不要以这个系统名 系统名就是很长的 这个通过这个系统名 它是可以还原出这个化合物的结构的 这个叫系统名 你这个通俗名 通俗名进行检索 一些这个弦光特征 这个不要露进去 如果以作者进行检索的时候 因为我们各个期刊的作者格式 作者格式可能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检索的时候 要适当的变化一下 比如你要查哪个老师的 这个他发表的文章 比如这个是我的导师 陈导峰老师 富兰大学的 有些文件里面 这个名字中间 名字中间用这个连接符 然后这个是信 有些中间 有些文章没有这个连接符 还有一些这个信在前 这个名字在后 这个都有 各种格式都有 所以我们在检索的时候 就可以适当变化一下格式进行检索 而以植物名称进行检索的时候 我们以植物的署名 比如这个是卡拉苏拉 这个是无畏之科 以前的木兰科里面的 木兰科 无畏之科 现在是给它独立出来了 这个无畏之科里面 南无畏之署的这个署名 以它的署名或者这个署名 加总加词 这个来进行检索 当然这个地方 不要加这个命名人 就不要尽可能 不要把命名人加进去 分子四进行检索的时候 我们一般按这个探亲养蛋 这些这个信息进行检索 按这个信息来检索 以上这个查询的时候 尽量采用这个英文名称 就是英文字符 不要用中文名称来检索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 这个中文期刊 有些话号物 它没有就是文献里面 它比较早期的 它没有写这个英文名称 这个时候 所以用中文名称来查 也来查到一些 但是大部分这个 数据库里面的这个名称 都是英文的 这个英文这个查的时候 不齐分大小写 用不着这个 比如我这个信前面 一定要大写 这个是不齐分的 这个是几个例子 比如这个化我名称 以这个五位字课里面的 这个歌米星 歌米星检索 查到这个156条 查到100多条 这个是以申汉董 这个 革命职务所的 这个申汉董 这个以这个来 作为作者来进行检索 这个是把这个名字 放在前面的 信载后 中间有个连接符 一查 查到这个 1300多条 1301条 当然这还不是最新的 这是前几年的 这个我的这个检索的结果 这个不是最新的 如果把这个名字 之间的连接符 7点 7点之后 又查到170多条 170多条 这个是以卡拉苏拉 这个五位字课 南五位字课 这个署名 南五位字课的署名 进行检索 查到400多条 查到400多条 以这个碳15 氢24氧二 这个微分子4 进行检索 你查到501条 所以我们这个 天然产物里面 或者是合成产物里面 这个同分一构体 是非常多的 目前这个收入 这个国内外的期刊 达到就是832种 就是这个数据 是我最新统计的 就是我统计的 832种 重点这个 因为我以前是做 这个天然产物的 天然产物这个分离 鉴定了 核心了 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这个当时 建库的时候 目的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主要是为了解决 这个天然产物方面 这个结构鉴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库的重点 也是这个 放在这个天然产物 这个方面 比如一些比较这个 重要的一些天然产物方面 其他我们都从这个 它的唱刊 或者从一九七几年 一般是七三七四年左右 才出现的探谱 我们一直录录到这个最新 当然最新一期 不一定放进去的 因为我们也从收集文献 到这个输入 还要到检查一下 这个都需要时间的 前面主要就是这个 数据库的这个使用 其实这个库使用 还是很方便的 很简单的 用几次自然就输了 这个接下来是我 这个个人的一些 这个也做了 这个接近二十年的 这个天然产物方面 这个工作 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和这个一些这个 总结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拿来 拿来一个比较纯的话 我们首先来说 是先做个清谱 为什么呢 因为清谱做起来时间快 费用也比较低 做完清谱 我们能够得到哪些结果呢 其实我们对他的这个 程度和这个量 其实就是 心里就比较 就有个数了 当然这个程度怎么来看呢 主要是看到下面的一个积分 积分的值 看到这个 是不是有明显的整数倍关系 比如先看低长 低长是在左边 高长是在右边 这个是相反的 这个值大的 这个是低长 这个右边这个值小的是 这个是高长 我们看这个左边这个值 有没有明显的 它的这个积分 有没有整数倍的关系 比如这个是1 2.05 1.0几 这个0.94 这是1.01 大概大致看一下 他就知道这个量 知道它的程度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明显的 这个整数倍关系 包括右边的 一个稍微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看出它的大致的量 你这个量有多少 因为我们就 自己虽然说 这个做核齿的时候 之前回去测一下 就拿那个天明去撑一下 其实这个撑的是 不是很整的 你看那个瓶子 可能有时候都几克 几克的瓶子 里面那个你这个化合物的量 可能就是几个毫克 其实这个误差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个瓶子 冷瓶子和热瓶子 它的撑出来 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青谱 来看一下你这个化合物 就是够不够做这个碳谱 当然首先是它纯的 这个化合物比较纯的话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量 从青谱里面 能够看得出来 怎么来比较呢 我们找到这个农季风 因为我们这个农季 这个核子管里面 一般的农季的高度 它是基本上是确定的 就是你不要倒太多 就是农季倒满的 也没什么用 农季倒满的反正稀释了 你这个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做起来的效果反正会差 所以这个农季量 刀带四季不是也多也好 这个大概就是往上 这个一秤多一点 不要做得太多 倒得太多 这个是刀带立方的风 立方的这个农季风 那么我看这个前面 就第一场部分 第一场部分 就左边 看这个单个的青 跟它这个比较 是不是有很显著的差异 像这种 这就还可以了 证明这个 就是有个十级毫克 或者二十级毫克 像这种 就是做个探谱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像这种 这个也是刀带立方的一个 这是农季风 7.26左右 你看这左边 这个纸压得很低很低 证明这个量子很少了 并且这个也没有什么 整数倍关系 不仅少 而且砸 所以碰到这种 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就不要往下分了 不要往下分了 也不用再去做这个探谱了 这么一张图 这不是我以前这个做的 我以前这个读书的时候图谱 这个是这个农季 刀带农季 你看这些风 虽然这个倍速关系还可以 这个倍速关系还可以 但是这个值也未免太少了 可能估计这样下来 可能一个毫克都没有 除非是拿一台这个核赤仪 就是不计成本的做 我做两天做三天 肯定是能做得出来的 但是这个花费是不是太大了 这么一个花物 所以碰到这种 这个基本上也放弃了 碰到这种 量太少了 我们用这个查询的 这个信息一般是什么 这个经济查询 模糊查询都可以 这两个会同意 你要要不要查这个 先查这个 要不要先查模糊查询 选这个天然产物库 如果没有查到的话 然后就是这个 到模糊查询 这个合成产物库里面 去查一下 因为天然产物和合成产物 它也是相通的 这个是 这个很多花物结构 都是类似的 不是说结论分开的 然后就是 还是没有查 结果不理想的时候 然后就到这个 不经济库里面去查 不经济库里面就查一下 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很大一个问题 碰到这个不同容器的问题 比如这个文献里面 都是用内访做的 我这个因为初次做 我可能用到丙铜 或者DMSO去做 当然这个容器不一样 这个 它的这个值 就会存在偏差 这个时候 你来判断 这个文献里面 和你这个 测的这个花物 是不是通过的时候 就会有困难 这里有这么几种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文献调研 就是要看文献 就是比如我做某个鼠 或者做某个种的时候 我先看一下 别人是 别人是怎么这个 用这个农具的 就是别人这个测这个 花物的时候 用的是哪种这个 刀的农具 当然这个你首先要知道 这一类植物里面 可能还有哪些这个成分 成分不一样 它这个比如你黄铜 这个黄铜 或者这个木质树 它明显这个 还有一些这个 生物件 比如这些 其实明显就相差很大 你要看 就要观察别人用的 这个刀的实际 那这个时候 你要尽可能采用别人 相同的这个刀的实际去做 这个后面会给你 自己省很多事 还有一个就是 把农具 农差紫色大一点 能够降低不同农具 带来了这个偏差 当这个化合物 这个可能存在多种构型 或者取代的时候 如果不能够确定 这个文献 就是引领策的这个化合物 是不是同购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可以建议 您将这个刀的实际 换成文献里面的 这个文献里面的 这种刀的实际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探图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或者尼克兰 还要做奥威普 然后最后发现 是同个化合物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花钱又费时间了 当然就是 如果这个化合物 它这个构型 或者这个取代 就是基本上 没什么变化的时候 我们是 就不用再去换了 就不用再去换这个农具了 就是基本上确定 是它的时候 虽然这个值不一样 但是我们大致也能够确定 这个 这个 做的化物 或者文献里面的化物 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就不用去做 否则就是 特别是这种 存在多种构型 或取代的时候 一定要建议再做一次 这是一个解心化物的一个例子 这个是测的一个图谱 这个是丙铜做的 丙铜做的一个 碳13的一个图谱 我们把这个 这是它上面的 这个碳谱的值 我们把这个碳谱值 入到库里面去检索 一查到一个92%的 查到一个92%的一个这么一个化物 这是他们的下面的文献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数据分析 这里有个数据分析 这个是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列表 就是这个 左边是我们录进去的数据 右边是这个数据库里面的 文献里面的数据 这个右边是这个匹配的情况 这里显得是浓差是2 刚才前面显得是浓差是2 所以这里这个匹配的这个对错 这个是根据2来对的 就是只要是2的范围之内 浓差是2的范围之内 它都认为是OK的 我们通过观看这两组数据 发现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数据 录进去的数据 多了个174.3 或这个17.8 多了两个数据 这两个数据 我们这个假如对这个核磁 发布的核磁数据 有一定了解的话 我们一看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乙线机的 乙线机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探普数据 而通过这个图 我们看哪些地方 多接一个乙线机 而其他的值基本上没有变化 我们来看这个假机这些地方 如果换成乙线机 肯定其他的值会有变化的 变化要么多一个要么少一个 而这里正好有个枪机 正好有个枪机 我们把这个枪机 假设它换成这个值 这个其他的值 基本上就能够吻合 所以我们就会初步的确定 这个文献中的枪机 可能被这个乙线机取代了 当然我们还是最终 这个还是要这个 最终还是要通过二维谱 来确定验证这个地方 是这个乙线机 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为比较一下就行 如果是新化的话 还需要这个验证 前面是讲的这个普通的新化物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 就是这个混合物 大家知道这个天然产物分离 其实是很辛苦的 虽然现在这个手段比较多 比如自备业箱这些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杂质 点在里面就是不容易分开 当这个浓度相差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两个化物 浓度相差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好解的 比如我们把这个比较高的缝 把上面一看 上面的高的缝可能是一个化物 下面这个比较矮的可能是 另外一个化物 也比较杂质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化物 我们这个把比较高的缝 给它拿出来 然后输进去 一检索 这个得到一个百分之百 这个化物是 是我这个读博士期间 做这个分道的一个化物 这个当时也没解出来 因为这个 我做的是五位子科的 五位子科里面的一个植物 五位子科里面 从来没出现这个结构 然后这个探谱一看 比较有杂质 然后清谱 在探谱里面 你看这个杂质不怎么样 就是 就得 能这个 就是比较 高的跟矮的比较显著 但是在清谱里面 这个杂质它就搅在一起了 就是 就得很乱 所以当时一直都没有解 就放在那边 然后前几年 我把这个 把这个 又给它翻出来 然后放在库里面一检索 发现这个高的是这么一个化物 然后这个矮的 就刚才那个比较矮的风 一共找到14个 找到14个值 好 我也给它输进去检索了一下 得到一个93.3的 93.3的一个相似度的 这么一个相似度的一个化物 文献里面的这个结构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是文献里面的一个数据 我们经过这个比较一下 一比较 发现刚才书的 我们这个路径的数据 14个 比这个值 少了个25.6 就是在25.6这里 少了这么一个值 其他的基本上都对上 我们再把这个图谱 就是这个严实图谱 给它调出来看 因为这个化物本来就比较少 就风就比 有些风压得很矮 然后在25.6这个地方 也发现一个小的凸起 但是出的不高 通过这种分析 我们就可以认为 刚才那个比较矮的这个风 就是这个文献里面 第二次查到那个化物 还有一种混合物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构体 这个一构体的一个检索 一构体怎么来判断呢 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发现这个一构体 就是很多这个风 一对一对的出现 极不放大 很多风都成对出现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这个分离的话物 是不是一构体 一构体 而碰到这种数据 这个怎么来处理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全部的数据 就是我们刚才图表上所有的这个上面这个标的数据 当成一个化物来处理 还有一种就是当成两个化物 为什么要这么来建设呢 因为在发表文章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写成一个化物 就给它当成一个化物来发表 有些人喜欢把它分成两个化物 比如 就是把那个数据给它分开 就是给它启名 启成两个化物来发表 所以我们这个做对策的时候 也要采取两种 一个就是全部 假设它是当成一个化物 然后入到库里面去查形 还有就是把它分开 分开来进行检索 我们这么刚才的数据 就是在这里 就这么一组数据 我们把这个全部的数据 入进去之后 没有查到这个比较合适的结果 我们就人为的给它分一下组 当然这个分组可能就会分错掉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有些值 它可能是完全重叠的 完全重叠的 只出了一个分 结果我们这个 两个值就会当成一个值了 我们就人为的分一下 把它分成两组 起一组进去检索 这个时候 主要就是用这个模糊查形 进行检索 检索的时候就发现 查了两个画物 一个是G构型的 一个是E构型的 这个相似度都是85.7 文献这个里面 正好也出现了一对画物 一个G构型 一个E构型 这个是G构型的 这是E构型的 这个相似度85.7 就是相似度是比较高的 我们通过这个仔细的 这个比对 就是通过这个数据 和文献里面的数据 相比较 认为这个刚才我们这个 代检的画物就是这两个画物 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相似 是我们刚才在分组的时候 出现一些失误 就分错掉了 有些数据分错掉了 接下来这个是一些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些 这个一些这个 重要的一些期刊 NCI期刊 这个期刊 这个放在这里 主要是我后面 大致列了一下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 这个就是大家 供大家在发表文章的时候 做参考 如果这个画物结构比较新颖 活性又比较好 我们就选择发一些这个 分高一点的这个文章 如果这个画物这个 活性一般 然后结构也不是很新的话 我们就发一些这个 分数稍微低一点的 整体把我们这个 所有的这个研究成果 我们都要展示出来 通过不同的杂志 我们给它展示出来 前面是分比较高的 比如这个 美国化学会制和德国应用化学 这两个期刊是比较低的 比较高的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化学通讯 这个有机快报 欧洲杂志 化学二十杂志 还有这个医药化学杂志 这都是美国 美国化学会的这些期 这个有机快报和GMC 如果做海洋的 有这个海洋药物 比如这个常规的一些 比如这个Final Chemistry 澳洲有机化学杂志 GMP 天然常物 这也是美国化学会制的 化学会的这个期刊 然后四面体 载体 这个我打的这个红的是 这个发表这个天然常物 比较多一点的这个期刊 这个Plan Medica 这个也是老牌的这个 发表这个老牌的天然 常物的这个期刊 比如植物疗法 化学生物多用性 这个发这个天然常物都比较多 然后这个美国 日本还抗净素杂志 这个往下都是分数比较低的 这个一两分的 或者这个 或者这个一分左右的 甚至这个往后 就是零点几分的 主要是看大家这个分道的文 分道的这个化物的情况 分道的化物情况 就是没有新化物 假如有点活性 活性这个 有点活性 或者是这个 这个植物里面 首次分道的 我们也有 也有些期刊 能够发表 就是 大家不要认为 只有新化物 才能发表这个SCH 所以我们做的一些成果 我们都要通过不同的杂志 给它展现出来 刚才这个自己看 这个因为每年都会有些变化 但是变化不会很大 自己发文章的时候 从里面去找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讲座 这个就基本上就到这里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这个 在线上探讨 也可以线下探讨 都可以 去看大家的这个情况 是的 谢谢马老师的详细介绍 那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现在提出来 这场培训的PPT呢 等一下呢 我也会上传到这个图书馆的资料库导航上面的 那到时候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下载 这个是我的这个邮箱 以及这个QQ 我这个微信 微信就是这个 我的微信就是这个手机号 大家就是 事后也可以和我联系 平时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也可以相互的这个探讨 马老师有一位同学 有一个问题 对 再到一块换你 麻烦你解答一下 我看一下 好的 聊天里面是吧 对对对 聊天 没看到问题 聊天 聊天咱里 这个我看到了 刚刚出来的 这个亲谱的整数比例关系是怎么看的 我再把这个图往前走一下 把这个PPT往前走一下 这个整就是这档PPT 这个首先我们拿到探谱 我们要进行积分是不是 就是积分就是看这个下面 积分的结果就是看他的亲的个数 当然这个亲的个数是能为定的 就是你做的人 你这个积分的人 你把这个这个是通过软件的 通过软件你如果自己把那个原始数据考进去 原始数据考回家 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进行积分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做葡萄老师 把你们积分好了 还是你们自己积分 如果是自己积分的话 这个值它是可以变的 比如你可以自己设定的 比如这个风的面积 积分你可以设为1 也可以设为2 也可以设为3 这个是你自己订的 一般来说是左边的这些比较整齐的风 我们设为1 然后看一下旁边的这几个风的情况 比如这个风我们设为1 然后其他的风这个值是跟它相比较的一个风的这个 相对的这个面积的比例 比如这个是1 然后这个值其他的地方它就会自动出来 当然你首先要这个每一个风要标一下 要积下分 积分的时候那个这个比例关系主要是看下面 不是看上面这个值 上面这个值 上面的值指的是它那个数值 这个就是16还是7 还是7.1 7.2 看上面的值 当然这个值要换 要换 比如有些值 你看这个都很大的 你要相除 比如这个核磁是400兆核的 你要除400 然后才会对应它下面这个 这个值 如果是600兆的 我们这里要这个值要出600 然后才对到这个下面的值 不知道我这么讲 清楚了没有 然后下面的积分的值是这个 这个 那个6 7 8 5 4 3 2 1 这个 这下面这个值 然后看这个值是不是整数倍的关系 比如这个这里是1 表示一个轻 2.05 表示是2.05 相当于是两个轻 然后这个是1.00 这是一个轻 这个0.94 我们大致也可认为它是一个轻 1.01也是一个轻 我们的比例就是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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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有这个整数的比例关系 而不是这里出来一个1.56 然后说这里出来一个1.49 这个比例关系它就不是 我们就认为它这个比例 没有这个比例关系 就是没有整数比例关系 我们就可能认为它是比较杂的 看看哪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做实验的时候或者解谱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讲 因为我也这个昨天的产物的这个分离和鉴定也 也有十几年的这个 也做了十几年 那没关系 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想到任何问题的话 那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就是图书馆一楼的那个参考咨询柜台里面去问 那我把这个参考组的一些脸试方式 我把它已经发在这个聊天框里面了 那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下来 那我这边也想顺带一提 那下个星期二同一时间下午三点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场是和EBSCO合作的一个培训 那主题呢是学书搜寻的起点 EBSCO综合学科资料库 那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我看到有一位老师或同学在问微博数据在图书馆怎么找 就是在我们的图书馆主页上 稍等一下 首先就是在登入我们VMAS的网址 然后呢再输入自己的那个账号密码 然后呢就是在我们的图书馆主页上面 资料库里面呢可以搜寻这个微博 然后呢就是可以直接点进去 我们这个微博数据库里面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我补充一下 就这个常用的数据库 在这个做一个收藏 这个在浏览器上面 用的时候直接点一下它就出来了 不一定每次都要跑到图书馆 那个网站上去找这样很麻烦的 是的 好的那我们图书馆接下来呢 已经也会在各大平台上发布一系列的这个云培训的讲座 那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那如果大家对哪一场培训有兴趣的话呢 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去报名参加的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今天的培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再次谢谢马老师的讲解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个 黄老师 以及这个各位老师 以及同学 希望没有浪费你们 这个 这么长的时间 不愧的 好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